李鸿景 女二十七岁河南人 湖南社外机器局院动画专业本歌 大家好 我叫李鸿景来自河南 有过两年的视频剪辑工作 在社会中我是一个乐观有耐性的女孩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想求的一份视频编辑幼儿美术老师的工作 谢谢大家 老师好 你上面不是也还有经纪人助理吗 也行 经纪人助理幼儿美术和视频剪辑 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工种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考取了美术老师高中的教师资格证 之前有过一段简短的教学经历 是在我们老家那里教俄罗斯 教了一个暑假 对 那做经纪人助理是啥意思呢 源于到节目吧 我感觉挺好玩的 然后我感觉我性格也挺平和的 或者是有点像我那种生活 最想跟谁 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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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姑娘 你要这样的话你还真干不了这一行 你知道吗 你在剧组里有太多的突发状况 需要你去抛头露面了 你这 你的偶像是谁 你都不敢说出来 我想 大胆说 苏大强 我想大头那个 雷佳音 雷佳音 对 你为什么要当雷佳音的助理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很好玩 然后跟他在一起工作肯定很有乐趣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被骗 其实也还好 也不是被骗 就是大四那一年 我们学校有一个 富美代行实习的项目 然后我以为就是 每天工作两个多小时 或者是 喝喝咖啡 对 有点 高分鞋 哒哒哒 有点那种感觉的 然后推到以后才发现 也是那么最基本的工作 但是也还好 我个人是那种属于打不辞的小强 那一种在哪里都能生存 你干的最有成就的一份工作是什么 就第一份吧 然后因为那个公司人比较少 然后我在那边主要负责视频剪辑 就你一个人 对 你剪什么视频 关于车的 在哪上面剪 是他拍好你剪 是我们老板说 今天要拍一辆什么样的车 然后编辑跟我说 这个车有什么大概的特点 一些特质 然后我就把它这些特点 然后搞成一个前期的那种策划案出来 或者是脚本 他按你的脚本去拍 我拍 我拍 因为只有 你才拍 对 因为只有我一个做视频 你又做脚本又拍 对 拍完了还剪 对 有后期包装吗 也有 就是但是都不是很精细吧 大概时长是多少 一个小时都有 然后最后精简五分钟 最后六十秒 一般是几个机位 一般就是我拿一个五滴去 就你拿一个五滴 对 去私处角落去拍 为什么你觉得这份工作是最有成就感 毕竟是我一个人嘛 然后自主权比较大 所以就选 反正你乱拍都行 但是我也要看老板那个 要他审核一下 既然是这么有成就感 为什么要走呢 我那个时候想考雅思 还想出现 为什么那么想出现 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感觉 好像不太一样了 那个时候觉得毕业两年了 然后我觉得 想嫁人了 没有 我就怕这样 我就怕嫁人说 你都毕业两年了 你是不是要嫁人了 然后我就想趁嫁人之前 再多看看这个世界 然后多体验一下 其实看来你主要应聘的 应该还是视频剪辑 对 对吧 那经纪人助理是开玩笑的吧 哦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视频剪辑 视频剪辑8000 底薪 嗯 啊 7000 怎么嗯一下就降了1000了 信心不足 那做经纪人助理 要求薪资多少 最底薪 嗯嗯 5000 5000吧 我一这样说 那个叶子楼 你腿坏了 人家人家嗓子不好的话 这一样 嗯嗯嗯嗯 就没了 哦 到底是不是5000 是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有行业限制吗 没有 来第一轮选择 去后来 谢谢 还有杀人的天生 我有才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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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学了一段葫芦丝 然后就想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视频作品拿来呢 有 啊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海隐 杀人 杀人 阳 海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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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år 海。大体 海隐 海罗 海啥 海 海。上面 海风 海鹤 海干 你會經常看一些綜藝節目嗎 在看 看什麼節目 我和我的經紀人 你看這個節目你學到了什麼 從剪輯角度來講 或者從包裝角度來講 我感覺還是剪輯方向吧 他拍的那些東西 邏輯線在我來說 是還是比較清楚的 好 因為我對你本來是有期待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視頻 說實話 有一點土 這個土不來源於技術 來源於你看的東西 而你學所謂的欣賞的美感 所以我才問你有沒有 去看現在最流行的一些剪輯方式 因為你這種剪輯方式 說實話已經可能在五年前 六年前 十年前的剪輯方式 所以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因為 你沒有去把你看到的東西 或進行到比如說二次的學習 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 其實馬瑞剛才她這個文件 還比你說的一個問題更嚴重 她其實並沒有帶一個 真正的小樣來給我們看到 對 看不到 沒有成片 我覺得裡面更多的是模板的運用 就是我們更看重的是 你自己有沒有不用模板 你自己能夠去畫分鏡圖 出腳本 把你內容表現出來這個能力 那模板作品我們不認為 那是一個優秀剪輯師的能力 優秀剪輯師是我自己 把一些原始素材給他表現出來 優秀的剪輯師都兩三萬 那他得有創意啊 因為其實他今天來這兒 就是為自己的一個剪輯嘛 上臺之前你應該是有腳本的 對自己的表現 腳本在哪兒 就有一部分是我套用了一些模板 但是就是視頻上有一些畫面 大部分是我自己做的 我並不是很認同這個看法 你真的喜歡剪視頻嗎 喜歡 你喜歡剪視頻的什麼 就感覺剪的時候 就可以一心投入到那個剪輯的狀態中 就不用考慮別的 我的理解是真正特別喜歡剪輯的人 是希望整個剪輯的效果 最後是沒有字幕的 完全是用畫面來表達語言的 它就有這麼牛 兩三針過去 大家就知道我要說什麼 你明白嗎 明白 但是你這一段湊起來 根本看不出你要說什麼 你就一大雜彙 大家說他沒有完整性呢 是因為大家的期望 是落在他的作品上面 但他帶來的根本就不是一個作品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個常規文件 而已 對 所以說這個呢 就是很多年輕人在對作品 對過往工作的總結方面呢 其實是有著這樣的認知障礙的 我們來進入職場青山課堂 你眼睛是不是有近視眼 你為什麼不戴眼睛 為了好看一點 如果你戴眼睛上來的話 還更像一個做剪輯的人 那我戴著呢 他戴了好看多了 這就是有這個感覺了 對 公司在非常缺人的情況下 該不該幹掉團隊的能力最強 但執行力差的員工 不應該 為什麼 因為他能力強 能力是指什麼 能力感覺是一個綜合性的考量 你怎麼理解能力最強但執行力最差 就是這個人很有想法很有創意 然後也很能就是粗東西 但是這個人可能是有點懶 能力強的人怎麼可能懶得多 最有可能是能力強的人不聽話 結傲不遜 就是比較有個性一點 不應該把他幹掉 我感覺 怎麼了留著 就是可以搞一個機制制約著他 如果就是他懂得就是這是為了公司 給你留機會 然後他就應該就會 就是收斂一些自己的那種個性啊或什麼的 然後就是做好自己應該分類做的事情 他的表現第一是很符合自己的一貫的這個風格的嘛 他本身他不願意做決策 他也沒有這個攻擊性 所以呢他就把這個執行力和能力的這個問題 他又把它重新又講了一遍 然後我個人感覺他的情商還是 其實就是對於一個工作了三年的女孩子來講 是算是正常的一個表現 不算是我們非常失望的表現 所以我對他還是滿意的 第二輪選擇 徐霍霖 還有三盞燈 西千 視頻剪輯 工作地上海 西千 對 法國風神給你提供的崗位是 視頻剪輯會有編導帶你 工作地點在北京可以提供住宿 給你崗位是視頻製作括號助理 來 三盞燈滅掉一盞留下兩盞 阿瑞 彈前不上感情 好 接下來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的雙雙空間 我只能告訴你 目前的我們視頻剪輯部門也是一個人 就是從拍到製作到剪輯是一個人 他的年薪是幾十萬 是你的應該大概在幾倍吧 是這樣的 我們部門呢 就是這個短視頻部門一共有六個人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剪輯師有兩個 你來公司的話 更重要的是給你靈魂和內容 你上面有一個剪輯部的主管帶你 主管上面還有運營 運營上面還有總監 對 所以你的晉升通道你就可想而知 叔叔幫你一把 這邊主要是產品 營銷類的飾品 這邊可能跟人的關係更緊密一點 但這邊的環境的人會更多一些 這邊你獨立的操作的可能性會大一點 你自己考慮一下 十秒 馬瑞風尚 法國夢全 謝謝 再見 你的選擇是 馬瑞風尚 我這次上台我感覺我不是很滿意 感覺很多東西也沒有發揮得很好 確實是有不足的地方 感覺他們說的也都很有道理 以後我肯定也會繼續加油的 所以我現在有很滿意的 壓力的 好